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去年2月,OPPO推出了全新影像旗舰手机OPPO Find X5系列 该机不仅带来了极具辨识度的外观设计 而且在影像方面也极为出众 受到了不少用户的好评 随着时间进入2023年 其迭代产品OPPO Find X6系列也即将要发布了 近日,网上出现了OPPO Find X6系列的渲染图 结合之前的爆料来看 该图和真机的接近度应该还是相当高的 话不多说,跟Tiger一起来先赌为快 外观设计 从博主冰宇宙公布的渲染图来看 全新的OPPO Find X6系列的极深背部 似乎采用了两种材质组成 上半部分疑似采用的玻璃材质 而下半部分则为素P材质 并且上下的配色也不同 此外,该机的后置相机模组 采用了时下流行的奥利奥造型设计 内部安置三颗摄像头 其中有一颗为前望式长焦 位于整个模组的左下方 前望式长焦镜头 在Find X6系列上回归 弥补了Find X5系列的遗骸 同时,在模组中央还印有House of Bed的字样 表明新机将继续和哈苏进行合作 影响表现值得期待 估计细心的小伙伴也发现了 前面提到的渲染图的后壳材质 是上下两种材质拼接而成的 显然这也是高配机型材有的外观 那么标准版又像啥样呢? 这部,标准版渲染图也来了 从曝光的渲染图可以看到 标准版的Find X6和素皮拼接版的保持一致 不过后壳的材质更换为AG,玻璃材质 从遵向程度来看 显然就要比素皮拼接的低了一些 不过,看起来色彩就统一很多了 看完外观设计的最新消息 我们再来盘盘OPPO Find X6系列的其他配置信息 核心配置 据爆料 OPPO Find X6系列将推出Find X6 Find X6 Pro和Find X6 Pro Plus三款机型 分别将搭载骁龙8 Pass 天际9200和第二代骁龙8处理器 其中标准版应该会采用 LPDDR5和USF 3.1 Pro版则会采用 LPDDR5X和USF 4.0的组合 屏幕方面 据数码博主数码闲聊战套路 OPPO Find X6标准版将配备6.74英寸 2K 双微曲频 支持120Hz高刷 和2160Hz超高频PWM调光 OPPO Find X6 Pro则配备了2K 三星四微曲频 居中单控设计 支持120Hz高频调光 影像规格方面 其中 OPPO Find X6标准版将会采用5000万像素IMX890主摄 加5000万像素超广角 加5000万像素大底前往镜头的配置 OPPO Find X6 Pro则将会后制5000万像素主摄 加5000万像素超广角 加5000万像素长焦的三摄组合 主摄搭载的是IMX989传感器 具有1英寸超大底 此外 该机前置3200万自拍镜头 采用IMX709传感器 还将会搭载自演的 马里亚纳Mary Silicone X芯片 续航方面 OPPO Find X6标准版 配备4800毫安式电池 支持80瓦有线加30瓦无线充电 OPPO Find X6 Pro配备5000毫安式电池 支持100瓦有线加50瓦无线充电 其他细节方面 OPPO Find X6系列三款机型都配备了超薄屏下指纹 X轴线性马达NFC 对称是双洋升起 配置可以说是相当出色和均衡 发布时间上 据悉 全新的OPPO Find X6系列 有望在2023年2月底到3月期间发布 除了强悍的性能 影像也将是该机最大的卖点 不过由于发布时间相对其他旗舰新机 晚了一些 所以重要的就是价格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对OPPO Find X6系列升级满意吗 如果价位和上代接近 你认为在今年的市场环境中 具备竞争力吗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